你把你未来婆家那堵墙 给捅了个大窟窿 那 那 那你们之间这关系不 就彻底僵了吗 那个老韩头今天可凶了 我觉得他那样子 特别想踹我 幸好我不是他家人 要不然呢 他肯定会对我老马出蹄的 不是 你 你那个韩天乐呢 早就隐身了 他怎么可以把这 点炸包的活 就交给他女朋友了 去 现在把他找了 我就好好给他上一课 给他打手机啊 不在服务区 估计又躲到哪个耗子洞里去了 哥 我发现一个规律 我们俩的事啊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每当有一个人顺利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人就倒霉了 你看看你 现在幸福的直冒跑了 你有新的消息 请注意查身 明早上学前老地方见 有换消息 你那边又要亮 站住 你帮我 神神同学早上好 好什么呀 你都迟到了 那边有俩车追问 famous 看我这儿吧 起个大早赶个晚级 我可绝对不是什么 不重视这次街头啊 别说那些事了 今天我来呢 是要告诉你 你当我亲爹这事 是没戏了 给你十秒钟 猜猜为什么 你姥姥态度更加坚决了 错 我亲爹浪子回头了 她回来要当我的好爸爸 态度极其诚恳 要求极其强烈 完了 还有 我姥姥二选一 要她不要你 我爸正在玩命努力地 跟我妈妈复婚 理由是给我一个 原装的 完整的家 深深谢谢 我可不是给你通风报信啊 那是什么呀 我只是劝你 这事没戏了 撤吧 可我要是把这一切 化作一种激励呢 你竞争不过我亲爹的 你会输得很惨的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拜拜 这 在这边的人 你没回来了 是在给我妈妈发短信吧 你怎么猜到了 我只想证实一下我的推测 我真的是太聪明了 对 你 的 怎么 你 你别别别别说了 你没看见我 你怎么连一句安慰的话 也没有啊 你为什么跑到我们单位门口来呢 我想要向世人宣布 你为什么跑到我们单位门口来呢 我想要向世人宣布 在林盟的生活中 有我余大华的存在 你小声点 在林盟的生活中 再这么久 我走了 我错了 黄芒 上车了 来 来 来 买单 大华 如果我们俩成了家 你能对山上好吗 那就放心吧 不是嘴上说说的 而是聚集到每一天 原谅她的过失包容她的缺点 耐心地教育她 善待她 你能吗 我能 还是你想要自己的孩子 你说呀 你是不是想要自己的孩子 想 不过我很幸运 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 现成的孩子 珊珊 珊珊将是咱俩唯一的孩子 我需要欠我们的孩子 你干嘛 你干嘛 帮我带来的 我带来的 快 合我 阿姨 走吧 回工地 跟我接这儿挖沟去 大哥 你是干吗呀 弄得跟飞车会似的 谁让你玩失踪的 找不着你 咱家老爷子他不答应我 我这帮手下还真成 干挖沟这行儿取材了 上车吧 回家再说 还真回想 可不真回吗 咱家都炸了窝了 就等你回忆解决呢 余晶晶是你女朋友 谁躲你也不能躲呀 上车吧 爸 你还敢回嘞 我我大哥找人把我给抓回来的 你个小偷窄 哎呀 我懒死你了 你死你了 你死你了 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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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声的 你大声的鬼 谁伺候你啊 老子还没娶媳妇呢 这么媳妇不好找 不要找个女大锤 我今儿就拿你把那大锤都毒伤 你爸 你还敢蒙我 我揣你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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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证 您信我啊 我管不三儿没有先斩后奏的意思啊 先斩后奏 对了 你就是想先斩后奏 我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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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快劝你爸呀 爸 那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那古代几个皇帝 斩了自己的儿子 那斩完之后就后悔 你们是要斩我还是斩他呀 罢了罢了 咋够了 买家 买家 这事要平行静气而论 主要还不能怨天了 可不嘛 就是那个余晶晶的主意 那他是干什么吃的 刚才不是说好了 大家好好地谈 你先闭嘴 那小兔崽子 就是让你给惯坏的 好好好 我不言声 全听你的 听了一辈子了嘛是不是 就是啊 天风 有话直说 别绕弯 老婆 这个余晶晶不简单呀 还没嫁到咱家 就公然决策 咱们家房地产的开发 我看他没把自己 当寒家未来的小儿媳妇 他是把自己当成老板娘了 我都没把自己当老板娘呢 天风还是经理呢 他是看上天了这人了 还是看上这房了 老爷子怎么办 继续说继续说 我怎么觉得这孩子 居心不良哪 就惦记捞钱 还没结婚呢就算上了 将来整个寒家 还不都得算进到他手里 那你的意思 是说老三引狼入室了 老婆呢 我可什么都没说 去 从冰箱里拿几根冰棍 用毛巾包上 好好好 不用毛巾包的 这么一点路 画不了 叫你包你就包 我要冰镇我脑袋 要不然我这一家之主的脑袋 说炸就要炸了 你快去吧快去吧 怎么回事啊 和学社会 安定可见 把脑袋抬起来 把脑袋抬起来 爸 您不会又打碗切的吧 要切早切了 事到如今 我就一句话 你要听清记住 照办落实 别跟我玩里里 是爸 您说 那个离根 不是 那个余晶晶 你要是真拿不住那丫头 就趁早散活 散掉 散你了 听到没有 听见了 你 找找你小子可真是难呀 我还以为你跑出国了呢 不可能 我能上哪儿去 我跟你说 我连四环都没出去 真的 名人不做暗事 你知道我来找你干什么吗 那我哪儿都不知道 好 要这么着啊 你再宽敬我几天 好不好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 算了 拿什么做单老啊你 珊珊 珊珊 我的好闺女 你可想死我了 您又想死我了 这话跟冯公学的吧 你呀 这点水我不像你爸 活泼 来 这个给你的 毕竟是雪浓于水 小珊应该有个完整的家 我的决定没错 有什么事是要去我们家吗 珊珊呢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呀 现在连接小楼可不是说 我想去就能去得成的 珊珊 你得帮老爸一个忙 怎么样 我能帮你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妈妈 姥姥 我回来了 姥姥 妈 我想跟您说点事 您过来吧 就在这儿说吧 这家没什么秘密 这家没什么秘密 珊珊 什么事 我爸在外面呢 他想跟你聊聊 我去吧 你觉得你贺别人 这个女儿 不能不是 怎么会跟她分担 要让你自己的 你为什么要让你呢 这小孩 你也不想去哪儿 女儿 别人 谁呀 谁呀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躲着呢 谁躲了 明明就是你 活不见人死不见识的 慢着慢着 俗话说得好 关起门来打狗啊 臭小子敢耍我啊 自己当缩头无为 让我去点炸药包 你还算是男性人类吗 你说 你说 老婆我错了 就回这句 我还回这句 我大错特错了 说你什么好 像我这样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好老公 你上哪儿找去 别去 以后有事就直接来找我 不要惊动老人和孩子 我就是这么想的 直接来找你 重建咱们俩的二人世界 我可没答应你什么 我不着急 今天你能陪我出来走走 我已经就很满足了 真的 真的 我就是想当面再跟你说一遍 以后有事直接来找我 不要惊动老人和孩子 对呀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不是你想的这样 萌萌 我知道 其实你从心里还是愿意接受我的 只不过 只不过你嘴上 总是不肯承认就是 我不想听这些 好好好 那咱们说点别的 前两天老婆跟我说 山山崽西洋惹祸祸了 说是那个 对方的家长还不离不着的 也真是难为你 你说 你说像你这么一个高雅的弱女子 你 你怎么能去应付那种局面呢 这本来也是应该 我们男人出面应该摆平的事啊 你当时应该早点叫我就好了 我知道你在哪儿 你一走了之以后 就再也没有管过孩子 萌萌 我很惭愧 这么多年 也真是辛苦你了 我以后 一定加倍补偿 我不想听你这些承诺 萌萌 你不要以为我软住 你把我们家墙凿了那么大一个窟窿 结果还得我扛 我还就真扛住 是吗 我怎么听着你不太相信你啊 总之呢 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具体怎么回事我就不跟你说了 我怕我说出来以后 感动得你痛哭流涕啊 总之最后终于跟我爸达成了协议 那就是 你向他道歉认错 拆墙的事再也不提了 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这不是南京条约吗 什么呀 你想象力怎么那么丰富啊 我不同意 跟我爸道个歉怎么了 他是长辈 要是有错我一定会道歉 可是这回我没错啊 静静 掌握商机有错吗 创业有错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认真计划自己美好的生活呢 我决定了 我要把拆墙这件事进行到底 我的姑奶奶你别急茬行不行啊 咱们先按照我爸画的道走着 顺顺当当地把婚结了 等你成了我们家的人 新房也住上了之后 再琢磨房屋改造的事 我们要慢慢地迂回前景 你这不是摆明骗他吗 这比之前瞒着他还要过分 你这是边瞎话造假 像主观故意地骗 与本小姐的阳光人格严重不符 我坚决反对 好那个韩天鹅 竟然教唆女朋友向亲爹使诈 小心我到你爸那儿去告发你 真的假的 才说两句就被吓死了 我昨晚得被你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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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个女人 一生最好的那几年都给了我 我真是从心里非常地感谢你 别说这些了 我想知道 你怎么突然想起我和珊珊的 我一直就没忘了你们那儿俩呀 离婚不久 我就后悔了 我为我自己一时的糊涂 付出了惨毒的代价 我悔恨得天天失眠 天天掉头发 真的 看来你掉头发 和你长头发的速度差不多 什么 不然你早就没头发了 这说明我身体素质好啊 我还有为亲人付的本钱呢 珊珊表面看起来很快乐 但父母的离婚 对她还是有影响 这种影响 正伴随着她的成长 我心里很不安 所以说呢 为了咱们的孩子呀 你要再给我一次机会 也为了让珊珊有一个完整的家 再说 再说这么多年 你也是太累了 我想 你也需要有个肩膀来靠一靠了 女子 女子 张成这小子怎么没捞面啊 凑钱去了 这熟人都不借她钱了 抓点领 我知道 从现在开始 我每半个小时给她打一电话 我催死她了 你这是催命福啊 我不要命 就要请 萌萌 其实啊 我也不是说非要马上和你履行付款手续 你可以再考验我一段时间吗 我呢 可以一边当个好爸爸 一边修复咱们俩之间的感情 你看怎么样 你知道怎么才能当个好爸爸吗 你可以教我呀 我不知道怎么教你 我理解 这个我理解 毕竟咱们俩已经分开这么长时间了 这几年变化真是太大了 你就说这房地产吧 现在是翻着根灯往上涨 对了 你们家的那个小楼 眼下得值好几百万了吧 我 我 我跑题了 跑题了 跑题 我的意思是说呀 咱们俩还可以从头再来 你就当我又出了趟远门 咱们还是亲亲这的一家人 好吧 对不起 你看起来很忙 今天就到这儿吧 不不不 不 妈妈 我不忙 一点都不忙 妈妈 现在只有你和珊珊 才是我最宝贵的 我绝对不能再失去你们了 我们可以从头再来 咱们还是亲亲热热的一家人 咱们可以互相关心 互相爱 互相帮助 好吧 妈妈 你看你 能不能 借我点钱呀 你不欢迎我 这是我工作办公的地方 你要是有什么话 我老公判了 合同诈骗加职务侵占 判刑十三年 还要没收全部的财产 我真是倒霉透了 合适 合适 谢谢 大华 你真好 你说 我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想要和你丈夫离婚 应该去咨询律师 我离什么婚呢 不离了 人不堪 我们根本没有结婚 你们没结婚哪 那就没事了 可孩子怎么办呢 你应该知道这孩子呀 你 你等等 你是要等我 我等不了了 孩子病了 病得很重 你知道吗 别喊 妈 她说 她说不着急办扶婚手续 可以先考验她一段时间 那她态度挺好的 挺顾忌你的感受的 她已经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今天 她提出来跟我借钱 借钱 她说 萌萌 你是不是 会误解小山她爸呀 借钱就是借钱 没有别的解释 怎么会这样 她还说 咱家的房子 已经升值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 样子很贪婪 妈 我没你那么机密 但我能感觉到 她有点不太对劲 你不是告诫过我吗 在特定的关系里 男人向女人借钱 肯定有问题 别说了 别说了 难道我这一次 决策失误了 你隐狼入室 妈 您说这事 她不是要借钱吗 明天让她来找我 现在这网络呀 这东西 改变了世界 颠覆了名句 以前是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现在倒好 成了天涯若比林 海内无知己 对 这要在网上啊 你还能可以跟那个 非洲蝴蝶聊天 但是这非洲蝴蝶 它有可能 就是咱们胡同口啊 卖油条的胖子 二哥 你看我都来这么长时间了 你也不问问我 还有 没有 一把 对 是呀 更应该沉默了 可恶 真可恶 败家的东西 祸兔飞的 怎么又骂上了 你看看你看看 这这不还是那个窟窿吗 我怎么瞅着这窟窿 比白天看起来大呀 不就这么一个窟窿 真是 晚上万一钻进了一伙贼 咱们俩生命财产是危险呀 我看这尺寸钻不了人 钻不了人 钻个野猫也不行啊 不行不行不行 晚上我我我拎个棍 我在这守夜 我守夜 那么你你 给我准备夜宵去 得 又有事做 哎呀二哥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那你就不能劝晶晶放弃拆墙 问题是晶晶现在把拆墙 跟自主创业联系到一块了 哦 原来如此 二哥 我看你还是劝劝咱爸爸 那墙已经捅着窟窿 干脆拆了它算了 咱爸爸不拆墙 咱爸爸不拆墙 和维护尊严联系到一起 那墙现在已经不是墙了 它就相当于咱一家之主的那张老脸 谁人敢动 你呀好好想想吧 这会儿让我穿过电脑这扇墙 去搜一搜你远在美国的二嫂 再不再往上 好 珊珊 做功课呢 老爷 老爷给你买了冰激凌 待会儿做完功课去吃 我放在冰箱里了 哇 谢谢老爷 还是老爷对我好 对了 老爷 你爸爸要来 我妈妈还说不让我在场 老爷 您听 什么 流响了 姥姥又给您写字了 好 我去看看 稍后有人来 你要在场必要时 删结号什么意思 必要时把人轰走 张成 我们开门见山吧 你登门忏悔 我给了你救赎的机会 你还口口声声说 你要拯救你的灵魂 结果一来二去 你开口借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得不怀疑 你浪子回头的真正目的 我 你跟我们说实话 你为什么管你的前妻借钱 你的经济状况出现了什么问题 你是炒股炒亏了 你还是玩牌玩输了 这都是误会 这完完全全的都是误会啊 我 好一完 拜托 这次请你别哭 我是没拿自己当外人啊 这实在不是个理由 我这都是为了孩子 我这次跟毛毛借钱 真的是要给珊珊买一辆高级的自行车 我的钱都借给朋友买房了 您知道我这人一向很仗义的 而且是助人为乐 当时毛毛就是喜欢我这一天 说话简厉点 别乘那么多 好 那我就接着说我借钱的目的 我是千真万确地想给珊珊买一辆高级的自行车啊 这些年 我哥那生活很不稳定 没有尽到对珊珊的责任 作为孩子的爸爸 我很内疚 而且吉祥有所补偿 我打算呢 在复婚之前 能够给予我亲爱的女儿一点小小的爱心 我就是想让珊珊明白 她能够开心 对于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还珊珊一个幸福的童年 我也想请你们能够理解 一个爱女心切的父亲 你说谎 如果你当初真的那么在乎我和我妈妈的话 就不应该跟我妈妈离婚 还我一个美好的童年 我的童年早就过去了 晚了 一切都晚了 珊珊 爸爸会加倍补偿你的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我早就受够了单亲家庭带来的痛苦了 自学成才 我已经会反抗了 你已经听说我把我们班的一个同学 打成乌尔青的事了吧 我就是要联合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 PK那些鄙视我们 歧视我们的同学 你不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现在爸爸回来了 爸爸要和你们俩俩呀破景重圆的 不 你瞧 我这孩子口误吧 他一定是想说是 我亲爱的爸爸呀 亲爹呀 你听听 你听听 我女儿教导多甜呢 求求您别再拿我说事了 我真受不了您虚情假意地利用我 打住吧 如果您再不打住的话 我会认为您更虚伪 珊珊 你 别再拿我说任何事情了 我真的不希望两个没有感情的父母 再撮合到一起了 您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诚实的爸爸 您在只能给我妈妈带来痛苦 如果您真的在意我的感受的话 就不要再纠缠我妈妈 不要再纠缠我们的家人 谢谢您 你们 我 我没法答应 我没法答应 还没等我哄 走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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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会和张晨复婚的 我早料到你会这么说 本来我想让你复婚 是为了孩子 可珊珊不领你这个气味 我还是想选择大华 经过张晨这一通的表现 我还是觉得大华 更值得信任 虽然你不一定复婚 但也不要轻信于大华呀 免得前门打狗 后门进狼 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 妈 你同意了 我同意什么呢 你说了解于大华需要时间 你给了我了解于大华的时间对吗 怎么样 你妈闻我固执己见了吧 我妈虽然没明说 但态度已经缓和了 她至少不反对我和宇大华交往了 太好了 这下冰山终于融化了一个角 你妈呀 该反省了 要不珊珊站出来 她差点啊 又让张晨给蒙蔽了 所以啊 她才做出了让步 那你还等什么 还不快把这好消息 跟另外一个当事人去分享啊 好 我这就给她打电话 抛开那些现代的电信工具 当面就告诉她 让她来个惊喜 爸 没看出来你还挺浪漫 你爸当年可是舞台美术设计呀 能不浪漫吗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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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向着你的现代生活前进 爸 我忘了 妈还让我买两斤切面呢 去吧 去吧 切面的事交给我了 妈 爷爷 那切面是宽条的还是窄条的 窄条的 冰山一角融化 跟我的声音频道 也开通了 大华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我妈开绿灯了 她不再反对我和你交往 我们之间再没有障碍 再没有什么可以 阻止我们在一起 那就先这么着 大华 那个孩子的事 你一定要放在心上 行行行行 我会放在心上的 那别让我失望了 你为了女朋友啊 你为了女朋友啊 反正已经看见了 干嘛不介绍认识一下 你不觉得你这么很过分吗 赶紧走 萌萌 大华 你来了 我没打扰你们吧 你说那客户吧 那人特啰嗦 我们的事情已经谈完了 大华 开下车门 我有东西落在里面了 什么东西 你好 我是大华的前妻 你好 车钥匙呢 我自己拿吧 您慢慢聊吧 大华 大华 我先走了啊 拜拜 你被误会了吗 我跟我前妻之间 一点还没什么 你不刚才说她 是客户吗 是啊 你们看起来还很亲密 我前妻以前是卖服装的 她有一些习惯性的职业动作 对 她以前是卖服装的 你前妻就这样出现了 我感觉很突然 也很奇怪 你怎么会这样的 莫莫 我们是偶然间 她这人吧 我呢 算了 我也不跟你解释了 这种事情总是 越妙越黑 但是我可以人格担保 我跟我前妻之间 任何不正常的关系 都没有 她的存在 也不会影响咱俩的关系 我发誓 我接个电话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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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东西落在我车上 先怎么着 她一定有事瞒着我 现在的事 我去哪儿 你当时 你会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会去哪儿 哪儿 你可能是 醒悟的 老韩 你们家这工程算怎么回事啊 捅一哭了就搁地儿了 别提这茬啊 刘生我跟你急 走走走 刘玩去 刘玩去 老阿弥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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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也 我们瞅这板这么眼熟啊 这你堵枪空了那个呀 好家伙行 有电两袋你也敢拿 你文盲啊你 你给我站住 你站住 得 你照准了 快 鸭没打着 我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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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稍微远了 回家呢 回家呢 他 他 鸭 我怎么回啊 老前 我我现在是金鸡独立的 让我怎么回家呢 我到我家去 让我们家的死老婆 我都立马给我送封鞋来 我这这下怎么快 你等着啊 别着急了 你等着 要拿就拿一双啊 一让一支 我不会走道 好 好 来 等着等着啊 劳驾 劳驾 你什么玩意儿你这 玫瑰 玫瑰 嘴叫美 玫瑰 玫瑰 嘴眼里 尝下开在指头上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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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新的石板 新的金银 新的金银 盛洁的光辉照大地 新的十月 新的金银 盛洁的光辉照大地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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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耳熙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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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耳瑞 盛洁的银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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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下开在云云 玫瑰 玫瑰 盛洁的光辉照大地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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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界的光輝朝大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